我现在在山东的济南 很多人看到我昨天发的视频都骂我 就说五十几块钱你想住什么样的房子 我就告诉你们我想住什么样的 同样在火车站同样是五十几块钱 这里是五十六 前天我住的是五十八的那一天 然后我在这住的是五十六的 看见没 给你们看一下区别在哪 这是这个里面 看一下这个环境吧 咱先不提环境 咱先聊一聊这个 为什么我会生那个气 我没要求住五十八块钱 要有一百块钱的样子 我只是说我订了五十八块钱的房 然后他五十八买房以后 给我开五十二的 都不带给我商量的 你好歹说一声不好意思 我们五十八的已经满了 你能换五十二的吗 然后说补个差价啥的 我都不会生气 住五十几块钱的房间 我不要求你对我像上帝一样的 至少你不要把我当欠你的钱一样的 至少这家店他对我就像死亲人一样的 就很热心的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对我这么热心 只要正常就行了 我又不是那种花五十块钱 我要享受几百块钱的人 我既然每天都订五十几块钱 我会有那么贪心吗 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住的五十六的房间 前两天我订是五十七 今天还便宜了一块钱 然后呢我们不提我前几天住的那个五十八的 我们就看现在我住的五十六的是什么样的 这个床 然后送两瓶矿泉水 然后电视 空调 而且还每个房间都有把闪 非常到位 这就是他的卫生间 马桶 还是这种自动的马桶 看见没有 咱也不要求这么好 只是说呢 看上去至少干净吧 有灰尘吗 看这个地面 看这桌面 有兴趣的话看我上一个视频是什么样的 我不要求那个花五十多块钱住一百多的房间 我只是要求我定的是五十八的 你给我换五十二的房间 你都不跟我说一声 就直接换了 完了还告诉我那就是五十八的 那我不答应 而且我住了将近上百个宾馆了 我出来两年多了 我难道分不清楚好赖 我定五十多的我就能做五十多的准备 你们觉得这个怎么样吗 好了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就像我吃了一顿不好吃的饭 我还不能说这顿饭不好吃吗 我吃了一家不好吃的店 我还不能说这家店不好吃吗 不啰嗦了 就这样吧 拜拜